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有21分入仗 沃克本赛季保持着出色的竞技状态 场均得分高达31.7分 此外还有此点一个篮板 以及5.7次助攻入仗 不过黄蜂的战绩一般 本赛季至今取得三胜四负战绩 上一战绩以两分烈士戏白七十六人 沃克拿到37分6个篮板六次助攻 在其他球员并没有给沃克足够的支援 热火上一战则113比123输给了国王 结束两连胜 战绩来到三胜三负 约十里查德斯拿到31分为能救主 怀特赛得则有16分24个篮板入仗 热火将被靠背作战 在本三季首个被靠背第二场比赛时 热火一分优势显胜奇才 七点老鹰VS骑士会员独享 NBA正视频直播骑士VS老鹰 骑士主场能否终结六连百 老鹰上一战 以92比113不敌76人 遭遇两连百 特雷扬十三投进五中 林书豪只获得9分钟的出场时间 拿到6分两个篮板 对于老鹰而言 杨就是要重点锻炼的球员 不过他的命中率一直都不稳定 至于书豪 他还需要用自己的努力 去赢得主帅的信任 老鹰将在31日课唱挑战骑士 骑士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但他轮卢没有等到本萨季的首场胜利 就被骑士匆匆解雇 在卢教科之后 拉里德鲁教练虽然不愿担任临时主帅 希望获得长约 但他会在31日的比赛中指掌教编 骑士也会给赛克斯顿这样的年轻球员更多表现机会 至于科沃尔 弗莱等老将 恐怕要弹出轮换阵容了 骑士六战接半 赛季场均10分 高达118.5分 而且凯文乐福音生将确认超过一个月 对于骑士而言 后詹姆斯时代的日子并不好过 骑士本赛季曾以111到133输给老鹰 此番再度交锋 骑士能拿到赛季首胜吗 七点国王VS魔术会员独享10.31 NBA常规赛国王VS魔术国王进来取得三连胜 球队本赛季的进攻有长足进步 上一战以123比113击败热火 希尔德 考利斯坦和福克斯的得分都超过20分 国王在机场比赛过后保持四胜三副战绩 在过去12年间 国王第二次在前机场比赛 过后的胜率在50%以上 国王将在31日课场挑战魔术 他们有望取得次连胜 魔术竟来遭遇两年半 上一战1911比113不敌熊路 武切为奇拿到16分9个篮板 阿龙哥登15中 三只有9分5个篮板入战 班巴剃图登场 拿到7分6个篮板 国王与魔术之战将 是巴格力与班巴的同界新秀之争 两人的表现将未受关注 7.30分活塞vs凯尔特人会员独享 10.30NBA常规赛 活塞vs凯尔特人 活塞与凯尔特人 刚在10月28月展开过一场较量 当时凯尔特人以109比89奏凯 送给活塞赛季首办 布雷克格力分在那场比赛中 十三投进二中 装神德拉蒙德则有18分8个篮板入战 活塞与凯尔特人在31日迪士波士顿再战一场 活塞能完成复仇吗 而格力分和装神能否在内线打出强势表现 将是左右比赛走势的关键 凯尔特人本赛季拿到四胜二负战技 凯尔特人本赛季拿到四胜二负战技 凯尔尔文和格登海莫德还未找到最佳状态 但他们保持健康 对于球队而言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凯尔特人本赛季打出了不错的防守 场均是分位96.3分 而如果凯尔特人发挥正场 有望在31日在生活栽 7.30分76人VS猛龙NBA正视频直播 猛龙VS76人莱奥纳的大战 西蒙斯76人在尹尔尔一分优势击败老鹰之后 取得两连胜 胜率超过50% 但西蒙斯在27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拿到21分12个篮板9次助攻 乔尔恩比德出战30分钟 拿到10分6个篮板6次助攻 一场大战也为76人将士们保留了体力 他们将在31日背靠背挑战猛龙 莱奥纳德在背靠背第一场休战 结果猛龙遭遇赛季手办 以108-120次输给了熊路 伊巴卡得到30分9个篮板 西亚卡姆贡献22分8个篮板四季抢断 洛瑞则送出15次助攻 莱奥纳德将会在31日复出 被终结6连胜的猛龙渴望反弹 8点开拓者 VS火箭会员独小 10.31 NBA常规赛开拓者 VS火箭开拓者 本赛季开局表现强势 上一战 以103B93击败步行者 尽管达米安利拉德和CJ迈克勒姆表现一般 但球队多达7人得分上双 而且防守端限制住步行者 最终取得胜利 开拓者的背靠背之战不会太轻松 因为他们将客场挑战火箭 火箭本赛季只拿到一身四副战技 表现当然不够理想 而且詹姆斯哈奔和詹姆斯有战在身 还加入元31日的比赛 火箭需依靠保罗帅队走出困境 球队的防守问其保守诟病 德安东尼教练表示球队会做出一定的调整 但防守改变并非一蹴而就 火箭与开拓者都擅长进攻 两队的对攻诈将很有看点 周琦已经不在球队上并名单中 何时登场亮相也将被受关注 八点奇才VS灰熊会员独享 NBA正视频直播 灰熊VS奇才沃尔能否 率队走出三连把奇才上一战 以104比136输给了快船 遭遇三连把后战绩 将至一胜五负 波拉德里迪尔和约翰沃尔分别拿到18分和20分 但这样的表现还远远不够 更何况球队的防守问题重重 赛季场均十分高达125分 即便场均拿到了114.7分 也只能吞下一胜五负的苦果 七台将在31日客场挑战灰熊 灰熊上一战则117比96级杯的太阳 近四战拿到三场胜利 小加索尔拿到19分八个篮板 麦克康利则有18分7次助攻入仗 灰熊的防守要比奇才强很多 但他们的进攻却不如对手 灰熊需要在31日利用防守去寻求胜利 而在上赛季的两场比赛中 灰熊主客场被奇才双杀 八点快船VS雷霆NBA正视频直播 灰熊VS快船被绍乔治愈率对取 连胜快船本赛季拿到四胜二复战绩 玩强地表现多少出乎球迷的意料 半球队场均拿到116.5分 打出了出色的进攻状态 过去两战更是分别拿到133分和136分 击败火箭和奇才取得两连胜 尤其在与奇才一战中 快船多达9人得分上双 快船将在31日与雷霆交手 雷霆上一战终于从太阳身上拿到了赛季首胜 结束次连百 围上拿到23分9个篮板7次助攻 保罗乔治也拿到23分 诺伦斯诺埃尔顶替受伤的亚当斯首发登场 他全场拿到20分15个篮板 要先经验 雷霆在拿到首胜之后也长输一口气 球队肩上的压力也小了不少 而他们也遗忘在31日取得两连胜 得轻